8月12日凌晨,在刚刚结束的一场英超首轮比赛中,切尔西克场以3比0战胜了哈德斯,坎特,若玉尼奥和佩德罗破门,为新赛地开了个好投。 如果单从比分来看,似乎切尔西赢得很轻松,但实际则不然,他们在75分钟挨战尔踢补登场之前,踢的是很乱加差的,虽然那时候他们已经2比0领先了,但比分上的美好,并不能掩盖场面上的难看,尤其是在比赛进行到第40分钟时,切尔西1比0领先,他们竟然开始用起了拖延时间战术, 让人称目结舌,当时,哈德斯门将哈莫一脚长船,直接点对点找到了科帕,科帕将球控制好后,大外路易斯向他做了一个手势下压动作,示意他可以控制一下节奏,没必要着急进攻。 这一幕在意节奏快速,作风凶悍的英超联赛,是很少见的,尤其是发生在豪门切尔西身上,站在他们对面的客室小阵球队哈德斯菲尔德,上个赛季,他们才刚升上英超而已,是整个联赛攻击力,最弱的球队之一。 从比赛的很多细节都可以看出,切尔西球员的体能情况不再最佳,尤其是大卫路易斯,跑几步变船的厉害,做出那样的手势也不奇怪,科帕还是很听话的。 他将劈球踩在脚下,长达20秒时间,直到对方上来逼抢才打脚开出去,此时,哈战的观众已经非常烦怒了,他们想至之前来说,赫德兰就回敬了震尽续声。 从前面40分钟的比赛来看,切尔西踢的确实毫无章法,缺少阿杂尔这一强点,反击中没速度,阵地站没突破,另外大吉卢也不在场。 前场无人能起支点作用,莫拉塔迪尼依旧,也真难为了切尔西,能抓住不多的机会轰破对手球门,已去难门可贵了,理解他们的想法,一是缓一缓场口气而,另外接近中场休息了,带着1比0的底分等下半场赛分高下,世界杯对豪门球队的影响还是挺大的,尤其是跟随国家队打进四强,决赛的球员, 休息时间甚少,以往,每当大赛过后,或者国际比赛日回归,都是入队对强队落井下时的好机会。 本场的哈德斯对切尔西也不例外,只可惜结果是惨烈的,篮局虽稍险狼狈,但比分之上,三分到手比什么都强。 好人啊。 谢谢大家